以专业之身行恫吓欺诈之事 卑劣之极也 日本和污水排海后 许多牛鬼蛇神都趁机冒出来 利用公众的信息差与恐惧来带货挣钱 有卖高价警言 严严的 有卖点化假骗的 还有卖孕妇防辐射围裙的 目睹这些套路虽然觉得荒唐 但并不意外 毕竟趁乱割韭菜的骗子 不分古今中外 从来都是不会缺席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 身为公立三级医院 身为职业病防治中心的专业医疗机构 居然也下场了 9月2日 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发布公告称 该院开设了首家面乡市民的核辐射健康门诊 即辐射防护咨询 辐射急患诊疗为一体 通过初步的筛查判定 辐射是否对人体产生影响 并根据个体情况进一步精准治疗 那通过什么筛查能判定 辐射是否对人体产生了影响呢 这家医院贴心地推出了辐射类的特色检测项目 包括淋巴细胞染色体积变分析和淋巴细胞微合检测等 据媒体采访了解到 这样一轮核辐射特色检测 花费在千元左右 一千元买个安心 划算吗 如果你这么想 就精准地落入了医疗恐吓的圈套 第一 普通市民从来不是核辐射伤害的检查对象 任何一项医学检查都有其适用对象和指征 核辐射相关检查之所以让我们如此陌生 正是因为它的适用对象极其小众 很多我们以为在承受辐射高风险的人 包括生活在核电站周边的居民 机场铁路安检工作人员 这些看起来离放射源比较近的群体 也并不需要针对核辐射去做任何体检项目 因为他们受到的辐射剂量距离 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剂量差得太远太远 根据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只有从事以下几类工作的人员 需要定期针对放射性伤害做检查 一 放射性同位素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源的生产 使用 运输 注存和废弃处理 二 射线装置的生产 使用和维修 三 核燃料循环中的油矿开采 油矿水野 油的浓缩和转化 燃料制造 反应对运行 燃料后处理 和核燃料循环中的研究活动 四 放射性同位素 射线装置和放射工作场所的辐射监测 五 卫生部规定的与电离辐射有关的其他活动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而从事以上工作 你都必须先考一个放射工作人员证 不然就不能上档 简而言之 没有上面这个红本本 你根本就接触不到有实际危险的放射源 像你我这样 没有在核辐射高风险岗位工作的普通市民 除非发生核战争 否则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核辐射伤害检查的 不只是现在不需要 是一辈子都不需要 即便是日本辅导的市民 经历过311核电站泄露事故的 也不需要全体市民 都去做这个什么染色体积变分析 卫生部门出于科研与监测的需要 可能会抽取少量市民做检查 会对环境辐射值做定期监测 但绝不会让全体辅导市民去抽携检查 生活在广东的市民 莫非核辐射风险比辅导还高 某医院面向市民开放五指针的核辐射伤害检测 算不算是散播危害社会稳定的谣言 第二 医学检查从来都不是越多越好 还有一些家里不缺钱的朋友 或者对风险极度厌恶的朋友 会有一种宁可白查 绝不放过的观念 听起来很有道理 与真正被核辐射伤害 而蒙在鼓里相比 一千元检查费和一针管鲜血 好像算不了什么 但是代价真的仅有如此吗 首先 有创检查本身是存在风险的 淋巴细胞染色体激烈分析 和淋巴细胞微合检测 都是需要扎针抽血来采样的 属于有创检查 包括孕血 孕针 凝血障碍 穿刺失误 针口血种 针口感染等风险 都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真的是生病了 需要做检查 如果是年度常规体检 那我们考虑到健康收益 可以去接受这些风险 因为福岛的核污水排放 而导致一名广东市民 受辐射生病 这种事的概率完全是零 又何必要去扎这一针呢 然后 任何一种医学检查 都要考虑假阳性 和假阴性的可能 具体到核辐射伤害检查 这些项目来说 如果出现阳性的结果 你要怎么办 你会怎么想 我告诉你 第一件事要做的事 不是复查 而是报警 如果阳性结果是真的 要么是有人用坡等放射性物质 向你投毒了 要么是你工作生活的环境里 有个离得很近的大型放射员装置 泄露了没发现 你觉得这可能吗 如果阳性结果是假的 那更要报警 好好查一下医院的疑似诈骗行为 第三 去做检查本身只会加重 而不是减轻焦虑 对于因种种原因而担心自己受到日本和污水辐射生病的人来说 去做辐射伤害检查本身并不能缓解这种焦虑 反而会因为我的症状需要医学检查这个新增事件而加重焦虑 焦虑本身不是基于科学根据 自然也不能通过科学检查来减轻 如果自己或亲友因担心日本和污水辐射而焦虑到影响正常生活 尽早去看心理科而不是挂这个老石子辐射健康门诊 最后作为科普博主向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辐射健康门诊 表达我最真诚的鄙夷与谴责 一旦